大家好,我是毛迪气的老顽童,周通达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那个德和诗 有一点辩证关系了,好像有点讲哲学了 有的朋友可能说你这个人你是没学问,你还想讲点高级的东西 哲学,你知道哲学是什么吗?你了解哲学吗?你就来讲 不了解,说实话我不了解 但是我就是凭着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或者说个人的一点感悟,来讲讲这个德跟诗 德,诗 实际上这个,比如我讲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在这方面早就讲过了 有时候这个,福兮,祸所福,祸兮,福所义 祸福 这里它是有着一种编整关系的 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是福,可能它背后会有祸连着 带来一些好的结果,是不一定的 因为我要讲的这个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主要的我是讲讲那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 我们最普通的,我们老话说的那个,贪小便宜吃大亏 有些人呢,没占着便宜,他就以为是吃亏了 到哪里都想贪点小便宜 贪小便宜,你真的便宜了吗? 这样的人,如果你经常这样做,老想占点小便宜 谁啊,一碰着你,就得粘起一层皮去 你以为那些跟你接触比较多的人 邻里之间,亲友之间,朋友之间 同学,同乡们,那些了解你认识你的人 你在他们的心里,你是个什么? 世界上啊,好些事情,我们都要想明白 老天上,不会给你掉馅饼 你想要得到,你就要有付出才能得到的 你老想白得 谁都白给你啊 你以为你比别人聪明 那又有多少人比你笨呢 就算人家一次两次吃了亏,人家不在乎 甚至说,人家都没有感觉到 你把便宜给占了 可是时间长了,人家也会知道啊 你觉得你占那些小便宜 到哪里你,你都想占一点 你觉得你这个真便宜吗? 我认为 我认为 凡是那个,喜欢贪小便宜的人 成不了大事 你缺少干大事的胸怀 甚至我也可以说 贪小利者 难成大事 成大事者 不贪小利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爱占人家的小便宜的人 我奉劝你 做什么事情 都要想一想 如果是你被别人占的便宜以后 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吃的亏以后 你内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不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吗? 如果你老 那样的 人认认你的话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现在还有一种人呢 他不是在外面占便宜 他在家里占便宜 占他自己家庭成员的便宜 兄弟姐妹他要占便宜 在家里他要啃劳 压榨自己的爹妈 想法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 然后呢 兄弟姐妹他要拼命的占便宜 哎呀 我们看那个电视里演那个动物世界呀 你看看那些动物那些狼 各种各样的动物吧 老鼠 那一窝也是有不少的嘛 他有的比较大 有的比较小嘛 大的会欺负小的嘛 他们会在窝里烦吗 你想想 你身为一个人 你跟那些动物 跟那些狼 狗 猫 你跟他们比比 你不害羞吗 现在我看网上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叫伏地魔 当姐姐的出嫁以后 拼命把自己家的东西 把丈夫的东西 把婆家的东西 往家里拿 往家里拐 拿给他的弟弟 要帮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要读书 供他的弟弟读书 他弟弟要享受 给他弟弟各种各样的享受 他的弟弟要结婚 给他买婚房 给他买车 人家是跟这种人叫伏地魔 我不批评那个伏地魔啊 我只是问那个当弟弟的 你那个心里怎么下得去 你那个手伸出去接的时候 你怎么下得去 你的良心呢 如果你没有良心 你的人心呢 你不是个人吗 那个猫狗狼崽子 他们生下来的一窝在一起 他不会那样做给他 那个同伴啊 他那些一窝里生的那些 他不会那样做给他们呢 你是那样做吗 古人讲究不时日接来之时 白白得来的我不要 因为那样的话 你对我看我的眼光不一样了 接来之时 来来来来吃 那种我不吃你的 我已经很饿死 不是这样吗 当然我觉得那个人也是有点蠢啊 你都会饿死了都不吃 是蠢啊 但是那是一种骨气一种稚气嘛 你自己还要懒惰 还不想做事情 还要享受好生活 然后压榨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压榨自己的爹妈 甚至亲戚 你都要想办法去霸占去 你的心啊 就不说你是良心 至少你是个人啊 你那个里头那个心 应该是个人的心吧 所以说一个人啊 一定要了解世界上 任何的东西 不过是你吃的穿的用的 他都不是天然掉下来的 都不是白白来的 就算是山上那个野生的那些树木上的果子 你还得去伸手去摘去 你还得爬到山上的那个里头去找去 到山里去你没有去过的可能不知道 你去到山里你就会知道了 也是很困难的 你就是去采摘不用你自己去摘树 你去采摘去的不是容易的 你去采摘去的不是容易的 我去采摘 你去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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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采摘